各位好,我们来复习1-2动量守恒定律 范例1,如图所示 假车与乙车,质量分别为2M以及3M 于光滑水平面上,同时以2V及V向右运动 质量为M的人,原先相对静止,立于假车之上 眼看就要撞上前方的乙车,于是奋力向前一跳 以对地面5V的水平速度,由假车跳上乙车 不考虑任何阻力则 首先,第一小题是问人跳离假车之后,假车的速度Vπ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假和人之间作为一个系统 动量守恒的条件是系统所受的外力总和为0 意思就是,只有人和假车之间有互相施力 没有另外的物体 没有另外的物体对假或人施力 就算有,那这些力总和应该要是0 好,那么我们就来列试 先复习一下 这个复习是为了介绍概念 那在真正考试的时候,就不需要用这些复习的过程 首先呢,人应该会对假车有一个力 就写人车 这就是人对假车 人对假车写人甲 那可是同时呢 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在人身上 所以是人对假车力 反作用力让人可以往前 而 这个在上一个彰显有没有提到 其实力呢 就是动量变化 动量时间的变化率 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所以 其实人对假车力 就会造成假的动量变化 然后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对人也一样 假对人的车力 也会使人有动量的变化 在一段时间内 那由于这个时间是一样长的 对不对 因为 总不会说假 已经 人对假车推了 那推完以后 假车还继续推人 作用和反作用应该是同时消失的 同时发生同时消失 所以就会变成了 假车的动量变化 就是它的P 就等于 负的 或者人的动量变化 这意思是 假车的动量变化 跟人的动量变化 方向是相反的 大小是一样的 再进一步的 我们可以把delta 写成 后来的状态 P甲π 减原来的状态 P甲 这就是delta的意义 就是后来的减原来的 然后人这边也一样 后来的人P人π 减掉一开始的P人 这样子 经过整理以后 我们就可以写出 动量守恒的这种式子 假P甲加P人 就会等于P甲π加P人 那事实上你要应付考试的话 你从这一条线右边开始写就好了 左边这些都是复习 所以得到这个式子以后 我们就可以 把题目给的资讯带进来 首先甲车一开始的动量会是 它的质量2m乘上 它的速度2v 人的动量则是m乘上 速度也是2v 因为它一开始是跟甲车一起动 那这其实就是 跳之前 跳车之前的状态 那跳车之后 人还在空中的时候 这时候甲车的动量变成了2m乘上 题目所求的 v' 再加上人的质量 乘上这时候人的速度 题目有说 是对地面5v 对地5v的水平速度 好那这么一来 我们把小m就可以消去了 等号左边变成了224加2 6v 等号的右边是 5v加2v' 好所以就变成了 答案是v'等于2分之v 这就是第一小题了 第二小题也一样的做法 第二小题问的是 人跳上乙车 乙车的速度 v' 那这时候我们选取系统就要选取乙车和人 我们框起来就是框这样 框乙车和人 我们在乎的是 乙车和人之间的失利 人落在乙车的时候 人会减速 因为乙车对他有阻力 那可是乙车会加速 因为人推到他 那也是跟甲车和人之间一样 有作用和反作用 所以一样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动量守恒的关系式来解决第二题 乙车在人还没有落下的时候 然后我们叫他P'加人P'这是落下前 然后落下后 落下后是double' 那一样的做法 乙车在落下前 他的动量会是3m乘V 这是由题目给的条件得到的 那人的落下前动量是m乘上5V 落下后乙车的动量是3m乘上V DoubleP'还有这时候人也在乙车上 他速度应该跟乙车一样 也是VDoubleP' 所以最后就可以再把小M消去 等到左边变成8V 右边变成4VDoubleP' 结果VDoubleP'就等于2V 这就是第二小题的答案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系统选取以后 如果有系统外的物体 对系统内的物体施力 那这个力就是外来的力 外来的力会让系统的动量不守恒 如果只是系统内的物体彼此施力 那动量前后状态的动量 就会是守恒的 就会是守恒的 对方的力量不守恒的 对方的力量不守恒的 对方的力量不守恒的